第1章 利物腐将成为一个不可战胜的球队,如果他们引进PSA的中场迪玛利亚证明,20万棒周星的世界级球星,为什么利物腐要从巴黎胜利尔曼牵下迪玛利亚? 根据进报的报道,阿根廷中场组织者迪玛利亚,准备明年夏天离开巴黎圣日尔曼,回到英超联赛中去,这位30岁的球员在英格兰曼林俱乐部有过一次不愉快的经历,但如果可能的话,他很愿意再次来证明自己,迪玛利亚希望能与PSG俱乐部达成周星23万英镑的合同但没有成功。 他的年龄似乎限制了他的年薪,而英超似乎是这名进攻组织者的下一个目标,欧洲豪门尤文图斯和巴塞罗那之前都对这名球员感兴趣,但他的代理人透露他只好绿英格兰俱乐部。 这位巴黎圣日尔曼城的球员上一次,在英格兰为曼林效力的时候一直找不到他的状态,在范加尔的领导下,这位30岁的球员不能发挥出他的能力,因此,他不得不尽快离开老特拉夫的俱乐部。 不过现在看起来他决心要回到英超,他相信这次可以做得更好,如果心吓他,令物谱会受益。 原因如下,迪玛里亚是一个完美的进攻组织者,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球员,他可以在中场和进攻端的不同位置上踢球,他最好的位置是前锋之后扮演十号角色,他可以在两名后卫之间找到空间为前锋传球,而这正是利物谱现在所需要的。 此外,这位30岁的球员也可以听编路,特洛普喜欢他的灵活性,因此,迪玛里亚是红军十号的最佳人选。 签下巴黎圣日尔曼不会是一个坏主意,虽然他已经30岁了,但他仍然有能力,并且有几年的时间来打好他的英超比赛,他渴望回到一个他上次失败的地方,迪玛里亚相信他能够回归并发挥出色。 利物谱应该在他明年夏天的时候签下他,给他这个机会。